大家好 我这一颗月季 现在长了很多的花苞出来 那么像这种状态的月季 我们需要如何养物 才能保证它开花出来的品质高 这个时候 我们首先一定要做的就是 给它多晒太阳 光合作用越多 它储存的干污质就会越多 花苞储存的养分就会越多 同时一定要注意养护环境 要通风 不通风的话 比较容易得虫害 一得到虫害之后 那么这个花基本是开不出来的 接下来就是要适当的给它补肥 我们这个时候给月季补肥的话 主要是补充 零严肃高的肥料 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就是零酸氢钾喷湿叶片 这个时候我们给它喷湿叶片 大家一定要注意 只需要喷底部的这些叶片就可以了 不要喷到这个花苞上面 我们可以适当的往下喷一喷 顶部就不需要喷了 第二种就是给它补充一些有机肥 这个时候给它补充有机肥的话 建议大家补充一到两次这种骨粉 因为骨粉 它里面的零严肃含量非常的高 坚持薄肥禽湿 在这个 土壤里面 浅埋上 一两勺就可以了 不需要多 因为骨粉经过二次分解之后 它里面的零严肃含量 非常多 根部与叶片同时给它补充高磷肥 这样就能保证 月季的花 长得更加大 零严肃一充足了 过段时间 它会从这些 叶芽的位置 分化出花芽来 如果零严肃不足的话 那么它只单纯的 就长一个花苞出来 那么这段时间 我们给它补肥 一定要坚持薄肥浸湿 我们使用零严肃氢钾的话 可以多兑点水 按照1比1200的比例就行了 这样的话 可以预防出现肥害 又可以正常的给它补充能量 好了 这就是月季 长花包之后 我们如何正确的给它养护 才能保证它开花多 开花品质高 我们下一期再见